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抛出2026勇敢提名N加1计划 打算要在全台湾民众党没有议员的选区提名一席 有议员的话则会再加一席 但不只是现任议委托雷弹大力反对 前柯文哲幕僚更质疑了 这只是为了合理化立院党团主任陈志涵等人空降参选 恐怕会成为民众党议员的歼灭计划 民众党积极布局未来选战 除了小草咖啡厅 柯文哲也加200万做得票分析 2026更发下喉语 议员选战在全台要勇敢提名N加1席 竟然让现任议员各个挫肋蛋 台中的江和树率先开炮 一席就很困难 不要说两席 不要忘记了 人家国民党党绝对不是塑胶啦 人家不是塑胶的啦 不可能啦 还是要呼吁我们党中央要来了解地方 如何在现有的基础架构之下 向外扩张 这才是我们接下来的方向 提醒莫忘2022年台北施灵北投教训 黄静盈 陈思宇双书之争 最后只有学姐一人当选 N加1提名自家人抢票 恐怕连现任都不保 但前幕僚分析这计划恐怕不单纯 两个议员同时当军 我认为不可能啦 只是适合让某些特定的人空降下来 鼓励陈志涵 你赶快出来站 而你在哪里站 我也跟你站 点名陈志涵下站铁PK 质疑N加1计划 只是为了空降部队 更预言将一举歼灭民众党现任议员 外界畅虽 党内反弹声浪不断 发言人赶紧出灭缓家 N加1的提名办法目前只是一个大方向 到时候还是会根据候选人的特质 还有相关的票源分析等 进行综合性的评估 2026民众党来势汹汹 柯文哲勇敢提名 但就怕还没扩大设例 嫌销入我军 记者黄炎红好台北斗